出发 上边吃 在农村到底养一台多大的挖机最合适 养吃难 养吃苦 农村还是用T5 为啥这样讲呢 60和T5的台边差距小 起步价还一样 T5的挖机相对要大一点 但是它干活比较出活 而60挖机就只能干点T5干不了的活 咱们今天就开着这台 16年的豆山T5 出去干点活 不对 我这机油还没检查呢 走 咱们先检查一下机油去 来吧 打开机个儿 咱们检查一下这个机油 看看兄弟们 我这口袋天天都装的有纸 你说 这算不算软单 机油的话我看应该是不少 上这个刻度尺了 这是个老板的个人艺术车 兄弟们 你们看这三大件 干干净净 地油不漏 而且我听老板说 还刚刚新换的压油 这个机油的话我看了也不少 可以 走 咱们出发 上边吃 年就这样的车 兄弟们 40多W 来 咱们把空调打开 你还别说 这空调还是挺凉的 但是现如今的它 哎呀 是真便宜啊 来吧 咱们就上边吃 这动作的协调性 还是非常好 你别看这车成色不太好看 但是开起来啊 它就是好开 之前的钢材啊 它用的都是好 确实扛到耐用 好了 装好了 出发 老铁们 你们说在农村啊 到底养一台多大的挖机 最合适 就这样 有没有老板们喜欢这台挖机的 走 出发 继续干 感谢老铁们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